天空下的彩虹 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胡启品医生 来做我的嘉宾胡医生你好 大家好 胡医生你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鲜的题目 跟我们一起谈的 今天呢 新鲜的题目就不敢说的 有时始终觉得茶是越老越好喝 其实让我自己想起 认识我的朋友都很喜欢笑我 就是说我每次去到酒楼 很喜欢整天扮一些老一辈的 拿着份报纸 来到美国通常都会买世界日报 或者星达日报 就会拿着份报纸在那里看 接着又不会说吃得很多 通常都是一中两件的嘛 最古老的那些是 其实我自己都想了很久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那我自己本人呢就很喜欢饮保里的 因为是比较浓一点啦 但我后来才发觉原来我很模仿那个人呢 他很喜欢饮铁观音的 尤其是我每一次去到他家呢 他就会在那里冲一杯铁观音 慢慢地在那里扔 接着还会笑我 就说 儿子呀 你喜欢饮保里呢 那阵浓味呢 你爸爸我就真的一样的了 那他还经常笑我 就是说 你上班的时候 你经常在Facebook上面放一些照片 就是将一盒茶 放在你自己前面 都不会喝的 好像我这样 就至少会拿点 紫砂的小杯去喝啦 所以我想其实呢 在我自己的一生之中 都会有很多不少我爸爸的影子啦 那所以其实 比我自己今晚都很希望呢 想从他的幼年 他的儿时 或者他的壮年的时间 去跟大家去看回一下 香港战后的一代啦 那其实我自己很记得的 我到差不多十几岁来到美国呢 第一次就考第一啦 他就一下子拆起来就说 是你这些花无白日红的 那那时候我自己就会想 是你别以为你的中文好 我们的英文一定比你的啦 那其实我爸爸呢 就是1948年出生的 那他经常就跟我分享 他就说 没有啊 那时候其实你阿嬷阿爺 很害怕日本仔 因为1941年那时候 日本仔打到香港啦 那他们呢 那他们呢 就会留夜 希望在新界那边呢 坐船那样 可以回到那时候 叫一个保安院啦 就是所谓今时今日的 羅湖深圳啦 跟着就会赤脚地走回去 他们廣东开平啦 那跟着在那里 他就出生了啦 那大约到1949年啦 因为香港终于干复了啦 那他们一家就会回到香港 那其实在我自己 对我爸爸认识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一个 挺成功的男生 我很记得呢 自己小学的时候呢 还会衰到说 喂 爸爸 你帮我拿个书包 因为第二天 我很希望成为一个 很出色的制衣厂家 好像你一样那样 那其实小弟我呢 就是一个鼓滑仔来的 希望帮他拿一个 很轻的公事袋 分分钟里面 都不知有多少东西在里面 但是反过来 他就会帮我拿个 香港三十多磅的书包 或者会不会是 那时候你弟弟哥的时候 就扮大人 就是很多时候 女孩子呢 小时候喜欢穿妈妈的 对高跟鞋 曲曲曲曲 又拿着妈妈的手袋 你那时候会不会是 想拿着爸爸的公事包 扮大人的 还是你真的想 叫他什么重的书包 然后你拿他轻的公事包 我想我那时候小时候 就没有这样的倾向 因为始终我爸爸呢 虽然他自己是做生意 但我很小时候开始 他都没有什么 鼓励我去做生意 相反 他常常会很希望 我成为一个读书人 我自己很记得的是 很小时候 好像幼稚园那时候呢 他就算在工厂翻得多忙呢 都会带我去那些 旺角的二楼的角楼书店里面 然后我那时候 会看到他看完那些书呢 那些什么诗啊 词啊 心里面想 这个人看完那些东西 我都不明白的 什么时候才会带我 下去楼下 去喝茶的地方 然后可以 买几本那些少年雜誌啊 漫画看呢 其实在那里呢 就让我开始去想一下 其实 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孩也好 一个中年的男子也好 都是差不多去到近期了 才有机会去问回我爸爸 你们这群作为战后的一代 其实是怎样的呢 那他都给了很多资料我的 所以当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自己又会去听他的故事 很希望去明白 他们那一代人是怎样去成长 他让我看到的就是说 就是我自己的形容我爸爸呢 他是一个很谦厚的人 一个很温顺的人 也都不像我这些多厚的人 很有礼貌 所以在我生命里面 我经常会以为 他当然读了很多书的了 但是看回他们战后那一代了 因为其实在香港呢 都差不多要到1978、1979年呢 才会有九年的免费教育 所以其实去到他那代的话 作为一个战后的婴儿了 这群1940年开始出生的 香港人呢 其实他们好的就是说 经历了他在香港 战后经济的发展 很多人呢 他们会明白到 只要相信就会实现 亦都在一个所谓的 资本主义的制度里面 只要你肯用心做 一定会出人头啦 但是呢 其实都被我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们那一代 其实是很穷 很穷的 差不多到我爸爸 在这几个月 他有机会跟我分享 他就说 当年他们落到香港 表面上 他们就是住六楼 但是其实所谓的六楼呢 就是天台那一层了 那其实根本上 那一幢楼呢 只不过只有五层 但是他们呢 就在六楼 遷建那间屋里 终于有他们的小天地 嗯 接着我就问我爸爸 我就说 其实你最初那几年了 就是从你很小开始有印象 你们还没搬到这个第六楼的时候 你们是住在哪里的 那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那时候 他们在长沙环的一些堂楼 嗯 但是其实呢 那时候呢 其实是有很多户人家 住在里面的 甚至他很记得的 就是有一个单身的男人呢 就是住在那些角仔里 也有另外一家 可能就是房东呢 以前常常会拿着毛巾去打他 和打我的阿叔 那我自己都会问 爸爸我说 其实你们都不是很差啊 接着他就说 在那时候 你们寄人离下 只不过是租了一条行 哪里你说被人打 没有被人打 但是我听就是我自己爸爸说 他就说 那时候 你阿嬷很辛苦 在不同的工厂里 拿一些继布啊 毛巾啊 那些东西回来去做 嗯 我可以做的就是说 晚上帮他做啦 有时候 结果上学都是合着合着 成绩可以有多好啊 不过很多谢你阿爺阿嬷 去给我 至少读完中午 起码有一个懂得英文 因为其实到后来 我爸爸开始在制衣厂里 有发围的很大原因 都是因为他懂得说英文 嗯 但是呢 那时候呢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起了 他就说 你都不明白啊 那时候啊 你听了些什么石结尾大火 1953年啊 那些只不过是香港最大的事之一 阿仔啊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在那时候 由于不少的家人 他们都是住在这些所谓的天台屋 木屋 是去问楼下借电的 嗯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小时候 是真的去 逐家逐户 有时候 看到对面着火 就会说 喂对面啊 你们着火啦 甚至我家人 就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都会尝试去晚上起床 希望家人不要烧到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听到之后 都会开始觉得 哇 我自己作为一个 差不多是80年代成长的 小孩子 真的很幸福啊 至少很差那句 我不需要叫 留下 有没有电给我们啊 我们这里就快 着火了 那所以其实我自己 最初听到的时候 都不是太相信的 直至这几个月 有机会 真的去看回香港的历史 才发觉 好像刚刚说到就是说 在53年 有这个石结尾大火 62年了 在我爸爸住的堂楼附近 有 在这个玄州街的堂楼 有44人 因为火警而死了 就算去到69年了 一间叫做 风华工厂 是基本上做纺绩业的 又是大火 亦都在长沙环 所以其实给我一个 很深刻的体验的 我自己本人 就在长沙环出生的 但是到我自己那一代 差不多80年代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很幸福的了 整个堂楼 是我一个小弟 獨身子住了 但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 原来我自己爸爸 在他50年代 当他在几岁的时候 已经帮我的爷爷妈妈手 在晚上 希望将一些工厂的制衣 趕好了 搞定了 而第二天 是要困住 困住这样去上班 其实我自己也有问过他 我很记得我爸爸 在我从小到大当中 是一个很慳 很慳的人 所以我都问他 我就说 其实你为什么这么慳 爸爸 当然了 他当然不会跟我 这些无知的少年 去分享 他的义事 是多么悲惨 但是这一轮 有机会看回香港的资料 先明白 其实这一群 香港战后的婴儿潮 就是由于他们在战后 社会这么贫乏 就算连读书 好像我爸爸的一家 他就有书读 我大姑姐就没有书读 我的叔叔 就很庆幸 由于爸爸后来出了身 终于有机会 供他读书了 所以他们那一代 其实 真的可能很简单地想到 就是说 希望有一个很安定的家 希望很努力地 去存很多很多的东西 也希望赚钱 赚钱 赚钱 所以其实在他当中 都被我看到的 好的方面 在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这个爸爸 是一个很疼我的爸爸 但是也不好那方面 我也会记得 就是说 哇 其实真的 星期一至星期六 我晚上永远 睡觉之前 是见不到我爸爸的 就算你说到星期日 很多时候我记得 就是说 他去赶工的时候 就永远在制衣厂 小弟我 都差不多 连他做什么 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也看到 在那个年代的家长 是很努力地去赚钱 就是为了家 但是我觉得你爸爸很好 虽然你说到 他的工作 是这么忙的时候 你也记得 他带你去那些二楼 各楼那里 去一起看书 就是胡医生 你今天 都很喜欢看书的一个人 就是会不会 就从那时开始 就爸爸这个 就是带你一起去 借书看 或者去买一些书看 就养成了你今天 喜欢看书的书 那个习惯 这个一定的 我记得 那时三四年班 我爸爸就第一次 带我去那些二楼书局 然后他拿了一本书 我很记得 那本书的封面 是写着走图 然后这个作家 就是刘耳 我当年 我这么深刻印象 你 是的 我当年还是不知道怎么读的 但是那个字 我经常以为好像是肥燥 肥皂 肥皂 始终好像有些东西 在上面 下面有个字 到后来 有一次 我爸爸喜欢忍不住他 就说 好心理 这个叫刘耳畅 是我们香港第一个 写意识流的作家 接着我听完之后 来到四五年班的学生 就很困难 很喜欢回去 学校抛书包 接着我回去 就对着先生 就无端端念着这几句话 就说 山寿的感情 又逢落雨天 思想在 烟圈里足迷藏 接着我当时的中文先生 就说 哇 胡锡斌你很厉害 你竟然认识这个刘耳畅 但其实坦白一点 我很多年之后 都不记得了这件事 是差不多到我来到美国 读美国的十一年班 介绍有个叫William Faulkner As I Lay Dying 就是一个写 用意识流 就是用心底里面的话 将故事表达出来 我突然想起 原来我四五年班 读过这个刘耳畅 就是所谓的意识流 那时我还要很串地 和英文先生说 我们Chinese 都有人教过我们 这个意识流 后来当然发觉 可能其实 由于在香港 是中英会集 所以当年的刘耳畅 都吸收了不少 在美国 英国的文学 去用这种写的方法 意识流 将感情表达出来 就是变得好像山手的感情 有逢落雨天 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 哇 就是这个文学那方面的 你的导师 实在就是你爸爸 就是从你那么小的时候 就开始灌输 一些文学的资料给你了 是啊 其实我也说 我自己很记得的就是说 看着他看报纸 其实我也记得有一次 跟他分享说 喂 爸爸 其实我很喜欢抄导你 在酒楼看报纸 接着他就跟我说 你也不明白 那时候你爸爸 我十多二十岁 我想应该都是 香港六十年尾 七十年头 他就说 那时候的报纸很便宜 一毛一份 那时候由于《明报》 刚刚好 在那时候起的 我爸爸就很喜欢看《明报》 他经常跟我说 你明白吗 好像你爸爸我这些 讀书那么少的人 就是这样不断去 吸收一些资讯 那时候 什么世界大事 香港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英国的政府 殖民地 他们想着怎么去施政 很多时候都是靠 这份《明报》 甚至那时候的《星岛晚报》 所以其实我想在他当中 我自己至少学到的就是说 我想我这一代 所谓的 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的一代 真是想起 原来在他们那一代 是刚好 回去香港也好 落到香港也好 大家可能住在 骰子区 木屋 表面上就好像 一家人很温馨 Message 山下 但其实他们当中的成长 都是好得于 香港是进入了这个世界的轨道 开始成为一个世界的工厂 跟着在当中 他们有无数的家庭 互相去扶持 可能是当中 犧牲了不少的兄弟姐妹 可能只有一两个有机会读书 但他们那时候 会互相去守望相助 为的的 真是希望其中一个成才 而我自己很想到的就是 真是想不到 少于一代 我的爸爸可以很骄傲地 跟别人说 是呀 我的儿子 什么都不懂 不过懂得看病 胡医生 你今天就和我们 藉着跟你爸爸的一些对话 和我们分享到 由四、八年至七、二年 香港的一些情况 你刚才一直形容你爸爸的时候 我可以加多一件事 他真是一位十分幽默的一个人 他说 我的儿子什么都不懂 只是懂得看病 我觉得他很为你自豪 会不会 那这个一定的 我记得 以前我读医学院的时候 我冲着梁 唱着一首歌 是叫《世纪末烟花》 里面歌词就是 《还好吗?》 《还好吗?》 接着他就会常笑我 就说 是阿多 你以后去看病 对着阿姆就说 阿姆 《还好吗?》 《还好吗?》 即是我爸爸是四一人 他其实 是梁光台山话的 我呢 是梁天 不梁光的 但是 也让我想起 其实他们那一代 很有趣的 我爸爸让我看看 以前的照片 那时候 我竟然看到一个 长头发的爸爸 嗯 那个年代时髦 是啊 那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爸爸 其实除了你说 经济所需 逼你进去制衣厂 后来还做老板 为什么你会对时装 这么有思考 你有没有看到他 穿喇叭褲 是 这个就是我想说 我回看他 在这个六十年代 那时候 那些照片 我就说 我爸爸的青春期 十六十八岁 那时候 就穿着喇叭褲 接着他就跟我说 一段故事 他就说 那时候穷啊 但是我们个个人 都很想听一些 英文音乐 接着那时候 电台还需要 禁播这个 披头四的音乐 所以作为男生 你想追到女生 就一定要头发 比半边的耳朵 接着我爸爸还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后来 香港人制衣业 是这么繁盛 就是因为我们接受能力高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 那些女生 穿超短裙也可以 然后男生 穿牛仔裙 牛仔裤也可以 还有 爸爸那时候 就跟我说 在大约七十年代 由于这个 总督 麦李浩 港督 来到香港 去带领香港 进入一个 比较少的政府参与 所以 其实 是真的给香港 只要你愿意付出 不介意加班 加班到 连儿子出生 都可能不记得了 那时候 你就会有机会 去成才了 是 但是那时候 我爸爸也说了一句 他说 其实那时候 我都很好 我差不多二十多岁 最初就进了一间厂 后来 就自己成为了老板 由于那时候 他们接的很多客 都是美国这边的Kmart 所以 爸爸有时候 都要飞过来美国 他就说 在那时候 其实反而被他看到的 就是说 在美国 开始很多东西 都变得很 幽皮化 很多是去了 这个郊区化 所以其实我爸爸也教识 我就说 那时候 其实哪一个家庭 不想去供一个 小孩 成才呢 所以 都很兴限由于 我爸爸 当年已经出来工作了 结果 我们上一辈 就是一个家庭成员 有机会来美国 读书了 但是其实 我听回我爸爸说 那时候 我经常都会问自己 爸爸 那时候 你最喜欢听什么音乐 他就很尴尬 经常都不想跟我说 他最初就说 我们这些 当然是听英文歌 我心里想 真的吗 你这个样子 这么尴尬 但后来 他就跟我开始分享 他就说 儿子 你知不知道 原来五六十年代 是主要播 国语片的 所以你爸爸 我这么穷的话 只可以去那些 小的地方 戏院 去看粤语片 但他说 你知不知道 那时候的粤语片 就算是 多好看也好 那些主题曲 永远都是国语歌的 所以其实 他都教识我 就是说 Ben 你很幸福的 你就说 听着 什么Sam Hoy 都不是的 其实Sam Hoy 我还没出生 他就说 其实在七十年代 为什么会选 这个仙道拉 唱提笑恩怨呢 就是因为 那时候他唱英文歌 已经有一定的流行程度 所以就选择了 仙道拉 去唱这个 提笑恩怨 但是说到这段故事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本来都没什么 真是很特别的 直到这段时间 去看看 一些他留下的东西 我才发觉到 为什么我爸爸 买了这么多 英文碟 买了这么多 古典音乐碟 然后再看看他 写下的东西 我真的当场会心一笑 我记得 以前我自己 学琴的时候 我爸爸经常跟我说 你明天大了 一定要听这个 Horrorist 然后我还在想 这些都不知道 什么名字 都不知道哪里抄回来 但是终于 发现了我这个 很喜欢读书的爸爸 原来 买了很多 那些音乐的书 不是听 看 看完之后 就抄下 好像哪一个 是最出色的 拉小提琴 谁是最出色的 彈钢琴 所以那时候 到了我读中学的时候 他经常说出一些名字 我第一次听 就会觉得 你这些老一辈 懂些什么 怎料多说几句 才发觉原来 井底之蛙 正是小弟我 所以我反过来 跟你做了这个节目 十二年之后 我才发觉 其实早响 早知道当年 叫你找我爸爸 让我这些 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以为自己有什么 这么得戏的医生仔 可以 不用这样 对着大家去 埋笼书爆了 但一样 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爸爸 好学 他喜欢看书的时候 自己一直 不断的进修 就是这个十分之 好的遗传 在你家族里面 传了给你 也传不了给你的下一代 这个真是很希望的 但其实当年 我爸爸当然就是 没有这样的福气 他进到大学 因为始终 真的没有这样的钱 也坦白一点 看着小弟我这样的资质 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进到大学 但他又跟我分享 他就说 在六十年代尾 七十年代头 他们这群二十多岁的 年轻 都有少许爱国 所以其实在他那里 我是吸收了很多 关于钓鱼台的知识 可能你会记得 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 就胆粗粗地 去写过一篇 关于钓鱼台的论文 而且还要学别人 去拿什么奖学金 回香港 去研究龙中鳥 所以其实我想 我在他的身上 都学会了不少 关于政治 但他都会跟我分享 他说 其实儿子 你想想一下 当年的香港 由于1966年 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搞到香港 是有六七暴动 其实 爸爸教识了 他都说 你一方面看 当然好像很恐怖了 但就是由于 有这样的发生 所以变成 当年的英殖民地政府 反而很愿意 去隔身 所以当物理浩 港督一来到了 就会有所谓的 十年建屋计划 甚至有地下铁路 然后他那时候 还很坏地隔下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没有地下铁那时候 你爸爸我 要在深水埗 坐这个盗轮 去中环那边上班 是 这个甚至是天星小铃 你说到1966年 就是天星小铃 加价的问题 那时候 天星小铃 是很便宜的 当时来说 是两毫子 加斗岭而已 但是 因为这个事情 就影响了一个暴动 大家反对 因为问题 不是天星小铃 加价 加斗岭 而是他带起了 加价的热潮 是的 所以到差不多 72年了 我想我爸爸 当年已经24岁了 我都很庆幸 竟然在网上 找到他自己 开那间製衣厂的 註冊记录 我自己会心底里想 哇 其实他二十岁头 已经有一间厂 也自己买到一层楼 那应该家也 不会窮得去哪里 但原来不是的 在那时候 所谓的富有 依然是要 一个人去喂三餐 不断去奋斗 而且由于 他要供的 还有四五个兄弟姊妹 也有 我的爷爷妈妈 所以其实他的肩膀 是很坚壮的 哇 所以这里也看到 你爸爸是多么拼搏 也是的 然后我很记得 在他这几个月 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 儿子 你听到你爸爸我 就有机会 在这边 Kmark那里去做买卖 其实那时候 你爸爸我 最真的 就是跟美国佬做生意 因为美国佬做生意 永远就是希望你 用最便宜 最便宜的家去买 你爸爸我最喜欢的 就是日本客 因为日本客 只要你做得好 手工漂亮 他们会宁愿每次贵的 都回来找你 在他这里 他也教识了我一件事 他教我 就是说 要去随机应变 也要有少少取巧的成份 而他也真的很教过我 我很记得的 就是说 他说 你读书厉不厉害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的是 将来你花的一元 可以换到两元的效果 我自己心底里想 唉 真的这么容易 因为始终 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 其实我爸爸 都倒霉了几年 所以我自己在成长的阶段里面 我看不到他这方面的突出 到差不多是我自己读医学院了 他有机会在酒店做事 我才看得出 是的 原来我爸爸想法真的是这样的 当大多数的酒店 他们都会很希望 去努力去找一些自由行的客 我爸爸是另出其路 他就会去找一些日本客 然后我就会问他 我会问他 你经常找到什么 那样的夹子 干什么 难道真的 然后我爸爸就会笑一笑 不会回答我 但当我回想 其实是的 和日本人这些客人做生意 又真是挺方便 他们又有礼貌 又干净 又不会搞到那间酒店 有什么麻烦 还要个个人很好礼貌 而另一边 我爸爸也会和那些南美洲的客人做生意 他就说 南美洲那些都要有钱 亦都不会投诉你 最多来完一次之后 说西班牙话 又不会麻烦你去哪 亦都顺便 可以在这边 去请一些 说西班牙语的staff 那又可以平权 接着我听完之后 我就心里想 你这么多年教我这个 一元换两元 随机应便 想不到你到五十多岁 六十岁 真真正正 掩抹了给我看 而表面上 我这一个叫 讀书成功的 只不过真是一句说完 讀到书 连当年 他教我 去看这个 《难纳容约》 我自己都不是真的很明白 这些诗词的意思 到真的我爸爸走后了 我才会明白 什么叫做 《难纳容约》的淒惨和可怜 我觉得很好的 传承度 就是那个价值观 还有你爸爸做人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十分之好的 宝藏 可以传承到下来的 胡医生 你对爸爸的怀念 令到你發掘了很多宝藏 亦都是很多这些回忆当中 都是给你看到实在 哇 你是成全了很多很好的东西 你是不但只是在知识上 而是在身教上 或者从他的价值观 人生的态度上 那个成全才是好 那我想在这里 当然不单是要给我爸爸的 亦都要给我妈妈的 在这里 都真的让我想到 我刚刚才用了一只英文字 其实我爸爸都说过给我听 我们香港人最幸福 尤其是他们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将中英混习 所以变了很多港式的粤语 就是当中混淆了不少的英文 可能到了今时今日 大家就会骂 那些小孩说话不清不错 句句都是英文 但在那时候 这才是一个最有潮流的说话方法 在当中亦都被我想到 我爸爸是很着重说 他说你不要弄到自己 全身没有把刀来 他说你最重要是要练习的功夫 所以可能大家 听过这个节目 都会很记得 小弟很喜欢他说 什么武俠小说的 那今晚就不要去抛这方面的功夫了 但我也会反过来想一下 在我爸爸生命里面 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 他不像我这么多话说 但他每次说一句话 他可以令我很敬佩 他的功夫 包括行走江湖的功夫 台面上的功夫 念上的功夫 我很记得的 有一次他给我看一本 叫《口黑学》 当年我只有12岁 我心里面想 什么叫《口黑学》 查到臉都黑了 叫《口黑学》 到很多年后 当时指导是当然 才发觉到原来人生 其实以我这些 真的没有什么经历过 战后长大的小孩 没有经历过 要去照顾自己的弟弟 妹妹 没有经历过 读书 就算是那晚要考试 之前 都要去帮忙去做 工作去赚钱 没有经历过 在六楼 表面上是叫六楼 但实际上是一个天台 也没有经历过走火警 更加不要说经历过 大起大跌的生活 那时候 真的让我自己想到 其实可能 我自己出生 就是80年代的香港 那时候 已经不再说到 就是说 70年那时候 所谓的公屋 都未必有得住 可以上楼 你说住这个天台楼 其实都真是叫幸福 我亦都记得 那时候 到我很小 三四岁 去探望我爷爷妈妈 他们是住在这个 袁州村 即又是长沙环 公共屋村 那时候 我已经在那里 就说 哇 那里很臭啊 我要蹲在那里 才可以去这个厕所 有没有搞错啊 我家里 都起码有个马桶 但是 其实现在 自己想起 就是因为我们感恩地 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争 所以才被我们 每个人有这么 幸运地 在这个 不要只是在香港 美国的土地上成长 也真是少于一代 就是由一个 连大学都读不到的 到下一代 也不要说是医生律师 工程师 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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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其实在这里 今晚 我也很想去想一下 战后的一群生长 甚至你说香港 这个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甚至到七十年代的初期了 当然 说到的就是说 其实香港独特的之处 就是说中西会集 还有那时候由于这个中国有不少的难民 他们真的需要走去香港 带来了很多的工人 还有那时候由于战后 真的 一样东西 其实只要你肯做 你肯去拼搏 真的会得到 而在那时候一个很开放的 多元化的社会 也都真的 起码那时候的港英政府 是比较着重的就是说 程序公平 也都着重的就是说 政府少干预 所以在那一代的香港人 没错 当然了 当然不够那时候那些鬼佬那么幸福 随便就做什么政务官 也都 老实那句 最大杯茶也都没到我爸爸吃 但原来 真是一杯小的 舒服的饭 只要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愿意去管住一间厂 你愿意坐飞机去美国 日本兜客 你愿意用你的Broken English 只要你努力去过来美国 去到Kmart里面 去跟那些人去沟通 靠你这个披头四的长头发 也都有五尺十寸高 是的 我爸爸其实高过我 不少的 有时候我有机会 穿回我爸爸的西装 我真是一个珠珠 但是原来 原来在那时候 是一个打胎 穿雪衣 有机会飞来美国 做生意 而不是像我们这一代 坐飞机去旅行的 在那一代 你愿意去拼搏 这个所谓的 私自生下的精神 所以今晚自己也想回 当我想回我爸爸的幼年 和他青少年的年代 可能大家就会说 胡医生 你怎样可以两边比较 大家不同 但是给我看到的第一点 就是说 好像欣涂说 是全城 但是第二点 让我看到的 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时势做英雄 但是反过来 作为他儿子 反而我觉得 是英雄做时势 因为没有他 就不会有我 也让我自己 很好地想到的 就是说 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有不少的听众 在COVID的这段时间里面 经历了很多 但是我深信的就是 否极巡来 我深信的是 我们明天会更好 更加比我 在我爸爸的身上看到的 就是说 在无论什么光景里面 只要真的肯去奋斗的 可以由木屋 变成唐楼 那已经十分之好 我觉得 从你的经历当中 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 跟你周围的 一些长者 聊聊天 就是 真的不妨跟他们 了解一下 他们的想当年 因为从他们的想当年 你不但只是了解 他的成长过程 还有 如何在他的 一路成长的时候 如何去挣扎 就是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是我们是可以得益的 还有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的 起起落落 他又如何去应付 这些的起起落落 就是这些 就已经是给我们 有很多的 很宝贵的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经历 这些也是鼓励的 就是听众朋友 你不妨的 是向你周围的 的长者 跟他们聊天 就是问他们的想 当年就是 年长的人很喜欢 说他的当年 那就是 两边都得益的 就是对他来说 他们也是可以 说一下以前的事情 但是对我们来说 就可以听到很多的历史 以及听到很多 宝贵的经历 多谢你 没以后 练习 注重用 跟将军 在 delivered 有些话 印象 为 你们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